高掛卸掘倉仿不挑 石板屋周边架起上锁的围栏 所有措施就是为了防止游客接近家屋 避免触犯老七家部落禁忌 如今为了更有效保护文化资产 部落居民三月召开部落会议 制定通过共同管理公约 并在入口处设置铁门 有效控管外来访客 部落全体居民的一个共识 在人数的一个管制 在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 藉由共管机制的一个运作 不要说太有商业化的一个色彩 完全呈现我们自己老七家石板屋 部落文化精神的一个表征 这是我们建制共管机制的一个目的 那我想共管机制 其实就是未来在管理老七家石板屋 甚至未来老七家文化的一个 再生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为了维护老七家部落传统领域内的自然资源 环境跟传统知识 部落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制定共管公约 以老七家石板屋聚落文化协会为权者单位 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部落事务的规划管理与考核 不得任意采集、焚毁、砍伐森林植物或猎捕动物 文化及环境教育活动使用 每日核准人数以50人为限 部落成员及访客进行违反公约不当行为 部落居民皆有举发纠正权利 公约目前由春日乡公所审查 希望透过他们自己自主的管理方式 来好好地维护这块老七家石板屋 那这部分是公所是希望能够拿到他们的 共管机制的办法以后 我们提报到代表会 那经过代表会来备查以后 就成为一个正式的公文、公文书 那以后他们在做共管的方面有所依据 共管公约六月代表会会期通过后实施 部落会议多数决议制定共管公约 让全体居民参与管理 同时收益也投入公共设施 环境维护与石板屋的修缮 在文化维护与文化观光上取得平衡 希望石板屋聚落文化资产 能永续经营与保存 记者歌手屏东春日采访报道